大家好,我叫陈思彤 今天我要读一篇故事是 皇帝的新装 皇帝的新装 从前有一位皇帝 他非常喜欢穿漂亮的新衣服 一天,城里来了两个骗子 他们对皇帝说 我们能制出世界上最美丽的布 做出最漂亮的衣服 而且用这种布做出来的衣服 还有一种神奇的功能 那就是那些布成直的人 或者愚笨的人 都看不见这件衣服 皇帝听了非常高兴 他给了这两个骗子许多线和金钱 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 尽快做出这种衣服 于是这两个骗子 在房子许多线和金钱 在房间里摆好两架植布机 在房间里摆好两架植布机 去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 来到日布机前的大臣 惊呆的 我怎么什么东西也没看见 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告诉皇帝 因为他怕皇帝把他看成是一个愚笨 而又不成直的人 而又不成直的人 没办法 他只好跟皇帝说话 称赞两个骗子 直得布 很美 过了不久 皇帝又拍了另一个大臣 去看看布具的怎样了 这位大臣和上个大臣一样 也惶称那部美极了 最后皇帝决定亲自去 看一看那块美丽的布料 他和大臣们来到了织布机旁 这是怎么回事呢 皇帝心里想 我怎么什么也没有看见 可是他怕别人认为他是愚笨的人 于是他假装摸着布说 啊 这布真是美极了 随从门也哭着说 是啊 真是美极了 于是他把门建议 皇帝穿上用着 正神奇美丽的布料 做成的衣服 参加明天举行的游行大典 第二天 游行大典开始了 皇帝光着身体走在最前面 两位大臣假装托着皇帝 长长的裙摆 跟在后面 城里的老百姓 也都附和着说 皇帝的新装真是漂亮 这是皇帝的新服装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 一个小孩子喊出神来 他确实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最后所有的老百姓也都这么说 皇帝听到了 觉得老百姓说 讲的话似乎是真的 但其实他只能挂着身体 继续往前走 谢谢大家 拜拜